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CKGO頻道 今天這個視頻呢,我們一定要來看一下 就在2021年1月13日 Kathleen Wood的ARKETF中正在發生的重大倉位變化 同一時間,市場中也開始亮起了一些紅燈 於是接下去市場中可能發生的動盪 首先,支撐著現在股市高估值最最重要的關鍵 現在的低利息 在同一週內,三位美聯儲主席 包括亞特蘭大、克里夫蘭以及波斯頓的 三位美聯儲主席都發表聲明 美聯儲可能會比預期的提前抬高利息 這個是相當相當重要的 因為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認為 美聯儲直到2023年是絕對不會抬高利息的 而市場所關注的 永遠都不是美聯儲現在設定的實際利息是什麼 而是對於美聯儲即將設定什麼樣的利息的預期 這三位,其中亞特蘭大的主席 在2021年將成為美聯儲會議FOMC的投票成員之一 所以他的觀點非常的重要 亞特蘭大主席在昨天提到 我認為有這麼一個可能 經濟可能比一些人所預期的恢復得要快 如果的確發生了,我準備好了來支持 撤回重整現在的計劃 以及考慮抬高利息 這所謂的計劃呢,是針對美聯儲 2020年12月的那次FOMC的會議上的計劃 在那次的會議中 這一個原點代表一位美聯儲主席的投票 這些投票對於2021年 沒有一個人認為可以抬高利息 2022年只有一個,2023年有四個 然後2023年之後 所有的主席們都投票將抬高利息 所以市場一直在認為 美聯儲將維持現在每個月1200億美金的速度 購買債券來維持低利息,直到2023年 但現在大家突然意識到 所有的這些時間點是可能被提前了 除了這幾位美聯儲主席的看法之外 別的一些經濟數據也在顯示 美聯儲確實有可能需要 不得不將抬高利息的時間點提前 有這麼幾個數據是很值得注意的 也就是昨天剛剛發布的CPI數據 12月通膨的同比增長為1.4% 高於11月的1.2%的同比增長 也高過1.3%的預期 並且如果我們看一下裡面的細分 食品方面開支通膨到達了0.4% 汽油能源上漲到了10% Bloomberg的商品指標價格 也已經恢復到了2019年年末的疫情之前 不但恢復到了疫情之前 還剛剛突破了非常重要的趨勢線 所以儘管美聯儲的印錢進程 是意在只要通膨不達到2%的平均通膨 就絕不放棄 但事實是,一旦通膨起飛 也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控制的 現在的數據看來 通膨的確有開始冒頭的跡象 所以在最新的Catherine Wood的視頻裡 他也表達了對通膨的擔憂 提到當時1970年的惡性通膨 也是在大家都以為 通膨已經再也不會有的時候 從原用的價格的上漲 開始了惡性通膨 所以我認為很多人覺得 inflation是滅 是消耗的 我認為非常是未來的 少年在你的行業 然後在 adapter節前年 特別是1973年 很多股息 declared inflation dead and it seemed like that was right for a few years I would say the late 60s and then in the early 70s and especially 73 inflation kicked up royally as OPEC cut production and oil prices quadrupled so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unhinging around the US going off the gold exchange standard we haven't done anything like that necessarily but I would say monetary policy does not seem to be hinged to anything and so there are inflation risks out there with money growing at 26% the question is will it be saved so that velocity keeps going down and maybe it continues to move into the asset markets which is where we're seeing the real inflation stock prices, housing prices or will we evolve into a psychology could be gradual but it'll be gradual until it's not a psychology where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see inflation and interest rates starting to creep up and they say why don't I do this or do that before inflation and interest rates continue to move up if that were to happen then I think we would have an inflation problem 12月在去除通膨后的实际收入增长 僅僅是0.1% 也就是说一旦通膨起飞 我们会有生活成本越来越贵 但因为经济增长低 收入增长也会缓慢 去通膨后的实际收入增长停滞 甚至出现负增长 也就有了我们常说的停滞性通胀 一种比单纯通膨更难解决的问题 因为为了刺激经济 美联储没办法收紧货币政策 但这会更大程度的导致恶性通膨 导致生活成本更加难以负担 除去美联储可能提前升息的预期 会给股市带来的不确定性 10年的国债也是给出了巨大的红灯 美国10年国债的利率 突破了很久以来的趋势线 打破了1%这个非常大的阻力位 到达了1.127% 这意味着什么 10年国债利率从现在的利率 每增长100个基点 代表着P1市盈率18%的下跌 按照今天NASDAQ100指数 如果10年利率增长100个基点 从1%到2% 代表着NASDAQ将下跌22.5% 那CK认为这么大幅度的下跌 可能性不是太大 因为美联储还有最后一个杀手锏没有推出 那就是利率曲线控制 之前这期视频我没有具体介绍 但这10年国债利率的动向 的确是现在所有华尔街在密切关注的 同样闪红灯的 还有国债利率曲线 也就是10年国债和2年国债的利率之差 每次这个差值在达到负值之后回涨 没过多久就必定经济危机 而往年通常都是在这个差值 到达1%的位置的时候经济危机 只不过这一次稍有不同的是 目前当这个差值到达1%的时候 我们已经处在了经济危机中 所以这到底是意味着 疫情将一切都打包提前了 最糟糕的已经过去了呢 还是预示着一切还没有结束 我们可能会经历第二次下跌 至少Catherine Wood绝对是没有排除后者 也就是第二次下跌的可能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Catherine Wood旗下明星ETF ARKK的持股 相信大家都对此不会太陌生 我们在研究ARK每天持股变化的同时 也不能够忽略其中另一个特殊的仓位 这个在2020年12月末持股排行第47名的 Morgan Stanley政府机构持股 是一种Morgan Stanley提供的流动资金 拥有最具流动性的资产配置 说穿了也就是ARK闲置在一旁的现金仓位 在2020年12月31日 这个仓位仅为0.07% 当时的标普在3700点 到了2021年1月8日 这个现金仓位增加到了0.46% 而到了最新的2021年1月13日 距离1月8日中间仅仅隔了两个交易日 ARKK中的现金仓位已经上升到了第24名 仓位剧增到了1.71% 仅次于PayPal 比在家所熟悉的台积电 2U C 贝壳等等的仓位都要高 ARKK截止到做这个视频 管理着整整89亿的资金 所以从0.07%增加到现在的1.71% 相当于整整1.46亿的现金的增加 难怪Kathryn Wu在视频中也提到了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所以事实证明 这减仓并不是Kathryn Wu随口说说的 那接下去这个现金仓位的变化会不会继续上涨 CK我也会继续关注 另外之前购买过CK自动估值APP的朋友们 你们的PayPal邮箱中 陆续已经开始会收到CK最新网页的试用版邀请 其中包括能够帮助大家更好找到加仓减仓机会的CK购置标 那没有购买过CK自动估值APP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 在网页完成最后的一些测试之后 CK也会正式推出StayTune 同时也可以多多关注CK周中的个股分析视频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来追踪最新视频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麻烦点赞 我是CK 我们下期再见